南回公路上有這麼一台遊覽車 他不顧危險 違規逆向 超越了旁邊的兩台砂石車 就差一點點要撞到對象的轎車 非常的驚悚 現場我們再交給子凡 好 主播行車記錄器清楚拍下 用路人本來好端端行駛在路上 不過一台遊覽車突然是跨越雙黃線 違規逆向直衝而來 我們來看一下當時狀況 好了 可以看到駕駛驚嚇是趕緊按喇叭示警 不過這台遊覽車是相當囂張 沒有想要減速 還硬是要超越旁邊的兩台砂石車 過程當中用路人一度是被逼到往後倒車 最後遊覽車在逆向卡位之後呼哨而過 驕駛事後把畫面PO網引發熱烈討論 事情就發生在27號下午3點多 南回公路的台東路段 這台藍色遊覽車明明看到對象有來車 居然是不顧危險搶快 不論想要超越同方向的兩台砂石車 簡直就是拿車上乘客的生命在開玩笑 而PO網駕駛也表示如此行為真的是在霸凌小車 現在也不排除要向相關單位進行檢舉 以上是WEN掌握到的最新消息